第343章 午夜惊魂 深夜 韩谦感觉房门被推开了 韩谦脑海里瞬间就出现了那一次被偷吻的事情 韩谦猛然坐起身子 低喝道 谁 我 童怪物 我杀了你 在低声的交谈中 童谣走进了韩谦的房间 关上门拖鞋坐在了踏踏米上 童谣轻声叹了口气 韩谦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如果是于诗词 韩谦担心的是自己的真操 蔡清胡的话担心自己的秘密 可现在坐在这里的是童谣 韩谦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啊 双手抓着被子 颤声道 童童童 你来干嘛 童谣转过头对着韩谦嘿嘿一笑 韩谦都做好准备逃跑的动作了 童谣低下头 轻声载道 韩谦 我可能又要麻烦你了 我感觉我是一个祸害 总会给人带来霉运 昨晚留在这里 温暖和诗词被骂了 和你认识后 你中了枪 我现在还要麻烦你 既然是有事情 韩谦就不担心了 坐起身松了口气 只要你不要我命 啥事都行 童谣转头瞪了韩谦一笑 笑骂道 讨厌 我有那么可怕吗 上一次 我在你手里拿了一些钱 现在还没有还清 我心里一直不舒服 但 用多少 我现在卡里有七万左右 我明早把卡给你 你去取 不过我再去燕青青那边 给你拿点 韩谦已经猜到了童谣的难处 现在他最缺的就是钱 也正好是其他几个女人 最不缺的东西 而且童谣的心思很单纯 也在乎颜面 他不会对温暖开口 两人交了朋友 温暖送给他礼物 他给温暖做饭 这是相互的 可一旦涉及了金钱 或许温暖不会犹豫 但童谣会感觉自己 比他们矮了一头 原本两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有很大 童谣很不愿意让友谊中 夹杂了金钱的恶臭 所以他只能找韩谦 因为他不在乎韩谦怎么看他 童谣再一次叹了口气 轻声道 我弟大学放假回家帮我爸收秋 年龄小没经验 开拖拉机的时候 发生了侧翻 砸断了一条腿和一条胳膊 这些钱家里能拿得出 农村合作医疗会报销一半 但是他的脸被烧伤了 眼角磨损伤 需要更换 左脸大面积烧伤 童谣的声音很低 似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寒谦被靠在墙壁 轻声道 侧翻点燃了流淌出来的机油 童谣低着头双手 捂着脸小声哽咽 我不知道 已经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他们一直瞒着我 没有告诉我 我爸说 我在外面也不容易 男孩毁容了就毁容了 除去打工戴着口罩就行 不能因为儿子坑了闺女 我告诉他们可以先去借钱 我可以去相亲 拿了彩礼就能还上 我弟拒绝了 他说死 也不会拿我彩礼钱去治病 这一瞬间 韩谦想起了寂静 同样是父母 同样是一个闺女和一个儿子 为什么对待的差距会这么大 寂静的爸妈 可以为了儿子买车买房 去让寂静嫁人 而童谣的父母和弟弟 宁愿不治病 也不让童谣受了委屈 韩谦轻声叹了口气 童谣听后连忙道 韩谦 你不用为难的 我只是没有人说说心里话 我可以去办信用卡 去借高利贷 我 我可以的 说着说着 眼泪又下来了 他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韩谦笑了 轻声笑道 又去找官大狗 借高利贷 不说利息多少 他现在都不敢借你 借了你不还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总不能说 把我韩谦的朋友抓去打一顿吧 眼角膜 如果有合适的 好像也不贵 两三万 怎么也够了 前提是能找到合适的眼角膜 如果是购买 或许会多花一点 至于脸部直皮 我不太懂 这样 我也不给你拿七万八万的 拿个整数 不够了你再找我拿 行不 这个钱不论是在任何角度 韩谦都会去拿 童谣还年轻 有属于他的精彩人生 而且关系亲近 在之后就是说 韩谦体会过这种无力感 他当初遇到了温暖 是上天的帮助 那位童谣 为什么不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帮助 而且现在手里 不是没有钱 他有钱 放在那里也不用 也不涨利息 不如拿去给童谣救急 至于什么时候还 韩谦没想过 谁也个为难的时候 拿十万 童谣听后连连摇手拒绝 不行 不行 太多了我还不起 你借我五万就行 我给你打欠条 寄利息 韩谦笑着摇了摇头 别傻了 打什么欠条 你呀 估计回去了也没用 不如说先给你爸妈打五万回去 然后隔个一两天再打两万 到时候打电话时候 语气轻松一点 到时候不管老爷子和弟弟用不用钱 再打两万过去 他们那边也心安 知道你手里钱不紧 至于怎么撒谎你自己看着办呗 反正荣耀和畅想你都是随时可以拍照的 以免老爷子在担心弟弟的时候也担心你 对不对 可是 可我 这个钱不着急还给我 我也没地方用 我赚钱比你赚钱要容易 实在不行让弟弟毕业后来畅想或者荣耀工作 在工资里面扣 一两年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把卡给你 你先取七万 明天中午之前三万现金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别谢我 也别哭 我再投资 弟弟也快毕业了吧 说不哭 童谣的眼泪还是往下掉 用力点头 小声道 还有半年就可以去实习了 韩谦 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那你就以身相许吧 讨厌 破体微笑 房间变得安静了 气氛也渐渐地变得尴尬 孤男寡女深夜共处一室怎么能不尴尬 童谣站起身准备离开房间 这时候房门突然被敲响 韩谦 你睡了吗 我进来了 于世慈 童谣当场慌了 随后打开衣柜钻了进去 在他关上衣柜门的时候 于世慈也推开了房门 捏手捏脚地关上门 走到踏踏米的床边 蹲在地上 双手拖着下巴 看着已经躺下的韩谦 两张脸的距离很近很近 过了有半分钟 于世慈伸出手捏住韩谦的鼻子 低声笑道 别装睡了 我看到你的手在颤抖了 这么怕我 我手梦游的 画出韩谦就后悔了 这要是不说话 于世慈可能自己玩一会就玩腻味了 说了话就完了 果然于世慈听到了韩谦开口后 起身上床 盘腿坐在韩谦的身边 从睡裙的裙摆 可以看到性感的小酷酷 但是 韩谦转身 把脸朝向了墙 于世慈见此大怒 抓住韩谦的肩膀 强行掰过他的身子 让他面朝屋顶 于世慈的双手按着韩谦的肩膀 俯身面对面地看着韩谦 低声道 你躲我 没 现在韩谦真的很害怕 童谣就在衣柜里面藏着呢 这混血娘们要干嘛 韩谦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声音清晰 于世慈眯着眼睛轻声道 倩哥哥 你正常点 大半夜的小鑫 被温暖和童谣抓到 对了 你起床的时候 没看到童谣 我睡觉不老实 他去和温暖睡了 我要是担心被抓到 还会出现在度假村的事情 话出 韩谦的脸上瞬间出现的冷汗 连忙低声道 你特么地给我闭嘴 万一被童谣和温暖听到了 你怎么办 于世慈睁开眼连忙点头 对对对 不能声张 不能声张 但是人家想你了吗 还送了一辆车车给人家 韩谦咬牙道 我是不想让你霸占温暖的车子了 小红是他成年生日的礼物 有感情的 送你车是意外 不对 晚上我说 去调戏李东升的时候 你都不开心了 是不是吃醋了 我那是酱油喝多了 咸的 你快下楼 被抓到你没事 我肯定会死 于世慈摇了摇头 随后扶下身子 对着韩谦的脸亲了一口 穆妈 韩谦是真的慌了 随后于诗词掀开韩谦的被子 向下看去 疑惑道 怎么没反应呢 反应 恐怕现在整俩俄罗斯大牛 放在韩谦面前 不穿衣服的那种 韩谦都不会有反应 衣柜里藏着一个怪物 小温暖就在对面呢 他现在是紧张加害怕 荷尔蒙和多巴胺是一点都不敢分泌 倒是冷汗流得很快 韩谦咬牙低声道 你别闹了 你快点回房间 于诗词摇了摇头 倔强道 不得 你要干嘛 大半夜的 我明天还有事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在闹我急眼了 你打我屁股啊 于诗词 你别特么喊我名字 叫我此此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孩子 我怀孕了就不缠着你 我带着孩子出国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那我自己来 爱情 于诗词认真点头 对 没有爱情 但是有奸情 你就说你叫不叫吧 三点二 宝贝 亲我一下 别得寸进尺 那我亲你 说话间 于诗词就要把韩谦裤子 韩谦双手抓着裤腰 咬牙切齿地在于诗词的脸上亲了一下 于诗词瞬间满足 双手捂着脸下床穿着鞋子小跑离开了房间 他走了 韩谦松了一口气 这辈子没怕过谁 现在于诗词是真让他害怕 也是这么多女人里面唯一一个敢强吃反推韩谦的女人 主要他不和你谈情说爱 直接办事 谁特么不害怕 在韩谦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衣柜门被推开 韩谦瞬间闭上了眼睛 还有一个呢呀 坐起身对童谣挤出一个笑脸 甘笑道 童老师 您误会了 童谣眯着眼冷声道 嗯 误会误会 前妻的闺蜜很香吧 韩谦啊韩谦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再见 告辞 童谣咬着牙离开了房间 韩谦再一次松了一口气 准备睡觉的时候 房门再一次被推开 韩谦当即吓得缩在了墙角 童谣站在门口低声怒道 卡给我 一口茶几抽屉里面 蓝色的那张 渣男 死渣男 你做一辈子处男吧 密码多少 五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七 真想替温暖捏死你这个渣男 看着童谣双手 从爪子变成了拳头 韩谦彻底不困了 双手抓着被子 看着房门 委屈地擦了擦眼睛 招谁惹谁了 我特么也委屈 第二天清早 韩谦起床的时候 家里三个女人都走了 韩谦深吸一口气 准备去洗漱使老头打来电话 小兔崽子 乡里来人说给咱们家盖房子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老头 他们要钱不 不要钱 他们说我有个出息的儿子 中午要请我和你妈去乡里吃饭 我还有其他儿子 那得问问你 自己年轻时候有没有风流炸啊 你是我爹 我是你儿子 我也见证不了您的成长啊 爱 老头我当你是我亲爹 你告诉我呗 我还有同夫一母的兄弟 赫儿啊 少吃点 别胖了 又是这句话 韩谦气得咬牙 低声道 咋地 你又要干啥 棺材的定金交了 韩谦直接挂了电话 扔掉手机 双手抓着头发 怎么就管不住这嘴呢 这过年回家 还不得被老头收拾死 另一边 老头看着手里的手机 抬起头对香里牙门口的 憨憨地笑了笑 我家兔崽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中午这顿饭我来请 乡里的众人连忙开口拒绝 别 韩叔您千万别客气 都是自家人 我们请您和咱家婶吃饭是应该的 今天要拆房子了 要不咱们去乡里住几天 老头没有开口 转头看向了媳妇 恰妈面色为难地看着院子 轻声道 这鸡呀 蘑菇的都给小暖留着呢 这要盖了房子 过年小暖回来来的吗 乡衙门口一个穿着西装大肚 便便的中年人连忙人 婶子您放心 一个月 不不不 半个月 这房子绝对盖好 温总回来的时候 一定能吃上小鸡顿蘑菇 婶子您也是的 怎么不早点说 温总是您儿媳妇啊 恰妈转头疑惑道 你们也没问啊 你们认识小暖 香衙门口的人哑然 他们想认识 可人家的愿意 认识他们才行了 恰妈随后再道 是韩千给你们打的电话 怎么突然要盖房子了 香衙门口管事点 县媚笑道 没 咱家兄弟没打电话 是常秘书打来的电话 说 是 咱们上车边说边聊 恰妈和老头并肩走 老头低声皱眉道 夏子义这家伙 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你住院的时候我求过他 跪下了都没正眼看我 这会怎么羡慕的 像个太监似的 恰妈皱眉的 用手肘对了一下老头 低声喝道 别瞎说 你给咱儿子打电话咋说的 他说 他不知道 语气意外 很平淡 那就是他没错了 华洛恰妈转过头问道 夏主任 这个常秘书是 我们老两口 怎么也得谢谢人家 夏子一小跑凑了过来 县媚道 常秘书是城市长的秘书 这件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要不您打个电话 到了乡里再打吧 要好好谢谢人家 也要好好谢谢夏主任您 乡里的车队离开 左邻右舍的长蛇妇们 凑在一起 开始八卦 最终 他们一致认为是老韩家出了事 这老两口被带走了 这房子都给拆了 这还装清高呢 一年多了 也没见你那个儿子回来过 哎 你们说老韩家那个儿子 是不是在外面被人给打死了 没信了呢 有可能啊 这一年来 都是那小宅子的几个狐朋狗友 来给老韩种地务农 哼 还说儿子考了大学呢 就这 但你们别说韩千那几个小兄弟是真够意思 我听说韩千都两三年没联系他们了 这每年种地收秋都跑过来帮忙 我看是死外面了 早该死了 看他妈那个清高劲 长病那年说挺不过去了 这是拿儿子的命换名了 不是回来过一次 还带个漂亮不像话的女人 我看啊 是花钱雇来的 看老韩那个献媚的样 行了 你们几个老娘们别叉叉了 人家怎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当年没借钱还奚落人家 一个个的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